大家好,我是欢欣 今天一生气把录像丢了 我只能用录像的方式给大家出这个视频了 顺便道歉一下 今天在直播间跟别人对喷 这个实在是没有 首先我真的是一个比较好胜的人 尤其是打比赛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跟火叔吵架 对吧 我都说过一万遍了 就是比赛上我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 或者是认真的人 有些时候控制不住 道歉 而且赛后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比如说我怀疑对方有偷窥 或者说是看听主播直播 这种影响他们判断的行为 因为我觉得以场上的选手的实力 不应该出现这种判断 因为我是一个杀人游戏 或者狼人杀的玩家 对吧 我判断身份准 或者是什么 我都是基于一个视角的问题 对吧 很多时候大家都是玩杀人游戏 就让人杀人游戏都知道 视角不同 考虑的思路都不同 那我会把我的想法 我把我的视角站在他的身上 去分析身份什么的 所以在有些时候 我觉得很多判断是不可理喻的 或者说你如果仔细判断的话 会能找到 今天这个视频 我不是想去吐槽某些选手的判断 或者吐槽我自己啊 就肯定我自己打的错的 因为毕竟我输了 如果是我输了呢 肯定是自己也有问题啊 那个包括什么张辽 该不该去跳 我一是想讲清自己的思路 得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当时这么考虑的 二 也是跟大家去讲 有时候判断身份的方式 对吧 就是 不管怎么样吧 那个 大家来看一下吧 就是说听听一下我的想法吧 对错 咱们先不管啊 就是说输了 肯定是我自己打的不好 对吧 就是这两局要赢了的话 稳第一了 对不对 就是我输了 那肯定 当然我觉得这两局都应该赢 但是自己肯定打的有问题啊 这边我们来先看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哈 那个七二松上香 直接顺理绝 直接顺理绝 完了杀理绝 李绝这边 考虑了一会儿 那个我直接标反了 这个动作 就是 他考虑了半天 最后去趴的话图 我只要你看 我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标反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忠臣 他是不需要考虑的 对吧 动运必反 直接趴动运就好了 这个三血 狼席是不会考虑这么多的 他独调半天 他是首先找场上的三血 完了其次的话 他最后趴了话图 话图虽然不是一个名中 但是中的向性非常的高 为什么 首先话图 孙上香双奶 话图处理 可以帮孙上香过牌 其次的话 孙上香装备给了话图 也可以保自己的同时 也能提高话图的能力 就是这个向性是非常高的 而且联动嘛 处理装备也是一个收益比较多的 尤其是黑桃装备 就算没有黑桃装备 别的也是一个能达到一个效果的 所以这边李爵考虑了半天 去砸话图 这边我定的是李爵反 因为他后头还要杀了一刀 孙上香 因为我手下 我不是在怀疑场上人的看身份 但是我一般会把场外的一个信息 当做自己对身份的一个判断 就是有时候我老做 因为我是一个主播 我基本上是名牌名身份 跟所有的水友在打 所以很多动作 我都会身家考虑的 李爵考虑这么久 砸话图 也多少让我增加了 对话图身份的一个肯定 因为一向性比较好 二我觉得话图能当忠诚 三考虑了那么久 话图是一个主播 我这个信息是我答 当然我不是在怀疑李爵 有可能李爵是通过自己的判断去砸的 但是我这当时在对我的这个身份判断 我就加深了一层 因为他能判断出来话图 可能是忠诚 他是一个跳反的前提下 他判断出话图是忠诚 话图又是在主播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话图非常的忠诚 这是我心里的话 当然这句话应该不讲 也许又有人带节奏 说我怀疑李爵 但是这个是我的判断的一些基准 就是我说了我是狼人杀或者杀人游戏玩家 就是你们如果实在不行 你们可以狼人杀搜索换一行 杀人游戏搜索换一行 对我玩这个游戏真的玩了好多年了 所以我会站在视角上去分析 所以这个时候 李爵和董允跳了反贼 这个没有问题 完了孙权跳了一个忠诚 孙权这边搞董允吗 我只能拉条 因为我把录像丢了 大家一定要今天我不是在说别人在亏评 只是我去收集个信息 对不对 是佐证我判断的一种方式 我会把场上四个主播定义起来 如果有人超乎了我对武将的 就是有人对这四个主播的身份 超乎了我对场上身份的判断 我会对他的行为 对于我身份的判断加以佐证 完了给予我一些肯定的信息 因为我是要判断身份的 所以他们的很多行为会加深我对场上的 因为李爵的一个信息 李爵的跳反 我觉得华佗再加上跟孙权权有 既有相性的成分 完了我再加上这个什么 我这边的身份在我的心里都是明的 就是孙权内华佗中 后头陆康和黄盖是反贼 加上陆康黄盖是反贼的话 陆康是张坤 张坤打牌比较值 所以我这边考虑的是什么 如何的 我一开始第一定义是准备偷孙上香和黄盖 然后骗身份 让陆康把起手牌打到黄盖身上 这是我第一层 第一反应的打法的牌的逻辑 但是我想了一下 如果陆康被我骗了以后 他把输出真的如果压在黄盖身上的话 那黄盖被打残了 亦或者华佗和孙上香联动 打死了黄盖的时候 那孙权作为一个内奸 那他一定会反过来去控我们忠诚 那我这一层我就改变了 我去突袭了孙权和孙上香 那只有孙上香一个主的牌 是为了骗陆康 让陆康的起手牌打在黄盖身上 而孙权是我提前控内的一种方式 再其次一点 陆康起手的方差性非常的大 如果我通过李爵的动作 佐证了华佗的身份的时候 那陆康和黄盖两个反贼的联动 有可能把华佗打死 因为孙上香现在保不了华佗 华佗四张牌是起手牌 我这边也没有逃 如果我跳中对吧 突袭李爵董允 完了去杀董允 然后后头的陆康和黄盖反贼联动 去秒了华佗 我们这局也不好打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 而且陆康起手的方差力和黄盖的方差力都非常大 如果陆康起手杀比较多的话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当然有的朋友说 那什么这边我考虑 其实我考虑了很久很久这波思路 这边我去杀黄盖 其实杀黄盖就已经多少了 要不我就直接推孙权好了 后头身份判不得清楚 当然我错了 对不起大家 以后打牌我直接了当点 这边在所有人 大家可以看到 在所有人的视角里头应该三反挑起一中 后头的是两中一反的 两中一反的判断 对不对 这边陆康去顺黄盖 主攻打无限 其实我都觉得主攻如果 其实我觉得 可能是我一厢情愿了 我觉得可能孙杀香没必要打这个无限 陆康也是比较小心的意义 他也拿不定身份 就算跳起 这陆康是一个反贼 但是陆康在这个时候 就算咬定了 我是一个反贼 三反跳起 加上他四反 他都是打左磁 打跨托 打黄盖 一杀一决斗 那反过来 其他人的思路是什么 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们定义是这样子的话 那陆康的身份能定反吗 是定不了反的 为什么定不了反 因为如果陆康是反贼 直接去打孙杀香好了 对不对 赌黄盖是反贼好了 我们有可能的什么 那我们就怎么 他这个身份 其实打的已经很内了 是定不了反贼的 就很多 我看了一下那个 有人跟我说 这个孙杀香赠名玩家 他判断 他觉得一陆康的相性不好 二陆康 反正说了几点 陆康当不成一个忠诚 但是我觉得 这个陆康的行为 你也当不成反贼 是反贼 往死里忙了 四反暑齐 就决斗杀 全往黄盖身上招呼 或者是决斗 怎么怎么样 对吧 他这一杀一刀 我觉得这个当时 我觉得陆康 占了我内坑了 是不是 完了 黄盖打的比较清楚 黄盖直接 跳反 红沙 孙杀香 完了拆 孙杀香的木马 完了 华佗这边 跳了一个忠诚 我们来看一下 华佗跳忠诚的 对身份的判断 华佗跳忠诚 铁锁的李爵和黄盖 这都是跳反的 这个华佗这个时候认 当然陆康不能被铁锁 就是铁锁的黄盖和李爵 但是他没有铁锁我 那说是说明什么 华佗的心里头 是认李爵是明反的 对不对 就不管他能不能铁锁路抗也好 为什么他不铁锁张辽 对吧 为什么他不去考虑重铸牌 他铁锁的是李爵和黄盖 这边杀黄盖没杀死 这边我都是正确的 我今天吐槽的就从这一步开始的 就在这个时候 李爵起手打一个向忠诚的华佗的同时 又杀了主攻 完了陆康没有打主攻 是压的陈底卫两个人身份 七八号位的身份 他在这个时候咬定陆康是反贼 对吧 就这个火攻我真的觉得很奇怪的 他 他如果这 他为什么不火攻我呢 对吧 对吧 他觉得李爵是一个中内的话 他为什么不火攻我呢 完了做出了一个 特别匪夷所思的行为 就是很多人 当然这个这局我道歉 我不应该装什么高端 对吧 没这个水平 没这个判断 没这个实力 去拔后头的局势严好 就直接跳忠诚 其实这局 我如果 因为这局跟别人在喷 就是大家都在骂我什么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是我影响了主中 让主中输了 我道歉 虽然我不知道我真的跳了一个忠诚的话 路亢和黄盖的联动 会不会呢 什么 有很大的改观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 孙上香怎么也乐李爵 对吧 他读话陀 孙权 李爵是中内的话 他 李爵是内 不是也应该乐住他们 他狼席又不怕内 这是第一点 对不对 第二点 路亢和李爵 李爵是强席的可能性 做中的话陀 杀的主公 路亢是决斗的话陀 杀的黄盖 这两个身份的判断 为什么路亢和李爵的同时 路亢的内的成分 要比李爵低 就是为什么能咬死路亢是反贼 就让我很不解 我 我所以就当时就 很炸 很毛 对吧 就跟弹幕上的喷 当然啊 孙上香解释的我也理解了 就是他觉得 路亢相信不好 路亢在他身上认定死反了 认定死反的同时 那什么 这一局 那什么 完了李爵动 直接秒了全场了 那我们这一局 我道歉 这个可能争一手吧 或者说是我以后打的 就更直当一点点 不要去贪那个 不要去打什么 装身份什么的 就是装身份收益 双刃剑吧 对吧 明的打也许更好一点点 当然谁知道呢 对吧 我觉得 我这样打 因为 为什么 就假设孙上香这一轮 咬死了 咬死了路亢 有可能 就是路亢和李爵 都有可能当内的前提下 不要死路亢 一定是反贼的时候 他补一个勒 勒李爵 李爵动不了 我反手突袭 跳回来身份 对吧 黄盖是吻死的 反手突袭 跳回来身份 那反贼是打不过我们的 因为孙上香加画陀 因为我第二轮 肯定是要跳回来的 他们下轮就会打李爵了 李爵也没有狼血 也被压了 画陀和孙上香联动 又不可能被打死 对吧 我这边在突袭 压下路亢和李爵的 贝勒的手牌 我再拆一下李爵 李爵是不可能秒全场的 路亢这波 连画陀也许都杀不死 对吧 孙权 而且孙权内奸 在这个时候 黄盖反 他快死的时候 如果孙权 读不懂李爵和路亢 谁是内 他定我是反的话 孙权也有可能 去打另一个反贼 因为他定我是反贼 对吧 就把我标反 这局我觉得 只要不去乐 一个空手牌的董允 不要去跳乐 我们是能赢的 当然他跳乐了 这个就是他 定死路亢的身份了 那没办法 就是这个 我就是想今天说的 就不要定死身份 就很可能就是有 尤其是这种 跳出来无反的局 也没有啊 路亢其实不跳反啊 路亢也能怎么能 标出来跳的文反吗 对不对 就是说 也不是路亢也不是 因为如果路亢是一个反贼的话 后头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这个 当然这局 我就算是我的问题了 好吧 以后 当然也改变不了 我打牌的风格 我觉得也没多大错吧 我只是实在想不通 哎 算了 也没说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第二局 这个第二局 我更看不懂了 就是说 这边 徐氏 这边 徐氏主 我选马良 很正常吧 这个问卦机 有那个回合内过牌 我能多过牌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选家也没有任何问题 我今天就是想把这个视频出出来 告诉老炮兵这帮选手们 身份不是他们这么判断的 没有这么判断身份的方式 我们所有的判断身份 都是有讲逻辑的 就是他们打的很多步 我都看不懂 就我觉得我对于身份判断 已经很敏感了 但是他们对身份的判断 就超乎了我的想象 就我们看一下二号位的陆逊 就是说 首先我们如何把陆逊 能标成一个内奸 对吧 这局我们先看陆逊 陆逊在我这 我是标的死忠的 这个陆逊打的 拆王平 问卦 拆跳身份 问卦过牌 挂距离 决斗 决斗王平 杀王平 而且这个 我觉得 你们不管怎么样 如果陆逊是一个内奸 他没必要决斗王平 他直接杀王平 三血三手牌 过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决斗流的空场 当这个陆逊 把手牌都打到一个 不是三血三手牌的情况下 王死里打一个偏反的王平的时候 那我觉得 就已经能标死忠了 那我这一局 我就把陆逊 标了一个死忠玩了 我肯定标不出来 陆逊是一个内奸的 这边 背迷糊 就算是陆逊的内奸 他打的这么拼 那我们也不管了嘛 就挑的死忠嘛 起码是 对吧 就你肯定说不清楚的 你肯定说不出来 陆逊你就算是内忠 那忠的属性肯定高于内 对吧 就是你肯定拿不准的 你不敢说陆逊 百分之一万的是个内奸 对不对 就没有人敢站出来说 这个陆逊百分之百的 一万的是内奸 这局 我把陆逊 标成一个忠诚的话 那我肯定要利用他 谦逊连赢家问挂 回合那大球牌了 所以我先吃酒 这个时候就不先无中了 先吃酒 那个因为有火攻 这样子的话 刷牌刷的多嘛 对吧 当然我希望能刷 我这本来想直接刷 但是我觉得 因为外头有无限可接 对不对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想 一开始我想两张牌就刷了 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子 我的身份跳的还不是特别清晰 我希望陆逊是忠诚的时候 连徐氏那边也带着刷牌 所以我在火攻刷之前 我又开了一个锦囊 因为锦囊还没有过了 完了 想办法把陆逊撑到三张牌 这边徐氏也认我是个忠诚了 然后打到这儿 完了火攻 如果假设陆逊是个内奸 他会不会给我过牌 他如果三张牌给了主中 自己 你们能不能标出陆逊是一个内奸 标不出来吧 我觉得这也是死中的 对不对 就算有内奸属性 这边我觉得 我当时想的强开五谷去过牌 而且还有问贯 还有过牌 所以我继续给陆逊补牌 再有刷牌 我们继续刷 回合内无限过 这是真的既有组合 这把当时有决斗 我都想决斗陆逊去刷牌 但是我想了想 如果这个王平随时死的 而且起手牌 我这边吃酒 所以我觉得最后就不要刷了 只要打死王平 我们这既有组合 这把是稳赢局了 对不对 所以我决斗就没有去刷了 但是如果是烈士的话 我会选择去继续刷牌的 当然这个时候 我就决定去打了 就包括牌序和思路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打的是死忠 就已经忠的不能打 你们如果有人能标出 我马良是一个内奸 那我也无语了 因为我觉得王平动之前 去打死他 挺好的 这边五股不开了 在我心里头 陆逊是忠 我是忠 后头全是反内了 后头都是反内了 对不对 我这个五股是肯定不会开的 虽然五股开我能多过牌 但是没必要 现在马良不是以前的马良了 就这儿就是一个 这边王平洞铁锁 拆主攻 跳的是一个明反 没有问题 虎公我也没有问题 我是一个忠 而且基友相信非常的强 杀我也没有问题 我出的我亮出来的明闪 留未知牌在手里头 最后一下是最诡异的一些行为 他乐张心采 我当时就看不懂了 这为什么不乐主 去乐张心采 大家谁能读懂 就是说 他觉得张心采是一个忠臣的情况下 才会乐张心采不去乐主 为什么能觉得张心采是忠臣呢 因为陆逊和马良都已经跳了一个明中了 那他就是读陆逊和马良其中有一个内 才能把张心采认出这个忠臣 因为张心采的相性跟徐氏是有的 如果他标陆逊和马良是忠臣的话 他找内应该找孙权了 对不对 这个孙权的内奸相性远远要高于张心采了 所以说他读张心采是一个忠的前提 就是读陆逊和马良是内 当时我觉得陆逊打得太重了 我也太重了 他怎么能读出这一手来 就看不懂 对不对 我当时如果开开声音 我就觉得他乐错了 因为你怎么能读 我当然觉得他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判断的 就可能就是棋手标身份 就是他们不看打牌了 就是张心采的相性跟徐氏的武将配合比较好 因为张心采可以先问卦 关了点数 然后 那什么张心采更是忠臣 对吧 那你当你读到张心采忠臣 那你一定要定陆逊和马良里头谁是内 我肯定当不了内奸 他只能读陆逊是内奸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读出来陆逊是内奸 那一定是读出来陆逊是内奸了 所以王平这边就判断错了 而且我判断的匪夷所思 因为陆逊在我眼里头已经忠的不能再忠了 这个给我乐 我一定乐孙权的 因为读内奸一定是内奸是孙权 他不敢乐徐氏 就是读张心采是忠臣 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这个信息我就觉得很 这只能就是习惯不好 齐柔标了个身份 就是我虽然说 但是我后事后想想 可能就是齐柔觉得张心采 相性更好 陆逊相性一般 所以标了张心采是忠臣了 就死咬了张心采是忠臣了 这边黄盖 黄盖挑了一个反贼 这没有问题对吧 黄盖挑反 黄盖挑反了以后收队友 这个我考虑了一下 我怕那个 这个也就无所谓 我怕那个黄盖有顺手 这个当无所谓 肯定不会救的 这边黄盖乐了一下徐氏 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孙权的动作 孙权首先顺张心采 顺手牌没有顺乐 如果带了两个装备 制衡四手牌 完了制衡了两个陶 加一个拆 强过牌 拆没有选择去 拆我的手牌 对不对 就如果他是一个反贼 可以考虑拆我的手牌 也没有去考虑拆徐氏的加一马 也没有考虑拆徐氏的乐 也没有考虑拆张心采的乐 对吧 最主要是没有拆我 直接过牌 而且逃也不留 就打得很 那什么 完了我们再来看 丢了一个杀 对吧 如果孙权是反贼 身份是其乐的 黄盖跳的名反 卑民虎跳的名反 自己是反贼 丢杀不杀张心采 对吧 孙权这个身份 能不能标出内来 兄弟们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身份 能不能标出内来 陆逊打得那么重 孙权打得这么内 完了 徐氏在众乐的前提下 他选择了给张心采无限 这个我当时就在想 这是为什么 对吧 你为什么能给 首先张心采并不适合当内奸 对吧 他主公徐氏 也是把戒陆逊和马良里头 一个人定义了内奸 孙权的内坑抢不过来 就是说他咬死了陆逊和马良里头 其中有个内 当然我觉得他肯定是咬死 戒陆逊是内了 对吧 孙权就算打得很内 他最多觉得孙权是在装身份 骗他这个无懈 不给张心采打 他是为了打一个很贪的效果 就是张心采他咬死是忠诚了 这种打法只有咬死就是 这个判断就是定义张心采是百分之一万的忠诚 才会这么打 要不就不用管张心采了 对不对 马良和我们联动 他只要无限了自己的乐 就算咬不定张心采的身份 去打悲鸣呼 打黄盖 对吧 那为什么他能咬死张心采是一个忠诚呢 这个判断就跟他和王平的判断 就超乎了我对游戏的理解 所以我当时很炸 所以赛后很多人在我弹幕上说 那什么冰封直播的时候 一直说自己是内 然后我就一激动 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说什么 这不是亏评是什么 对吧 肯定是听的那个冰封的解说 然后一听冰封任内 然后才能标出张心采是中 完了说他们去看的直播去打 我一定再次认真郑重的 像场上那些被我说的选手道歉 我不应该对别人的攻击 以人品的方式来攻击 这个是我自己当时心情太炸了 嘴不折拦 对吧 那个童言无忌 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去揣摩别人 真的是当时被弹幕喷的头有点炸 完了情绪有点激动 我实在没控制住 我赛后分析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说什么 作弊啊偷窥啊 我觉得就是棋手他们标了张心采忠诚 就不去考虑别人出牌了 就在他们眼里头就不看孙权的出牌 不看陆迅的行为 就是说我棋手觉得 于是张心采是一个既有组合 那张心采一定是忠诚 我不管别人做些什么 拿不准就是有可能 就算张心采有可能忠 你也拿不定的呀 孙权打得那么内路径打得那么中 对不对 你怎么感觉就算觉得张心采 你是徐世主你敢吗 我不敢 就算张心采是中 你就先老实的睡一觉吧 我也怕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身份 对不对 就是说他们标完身份以后就咬死了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就你们标完身份咬死了这种判断 老炮杯这么判断身份完的 就完全不会改变思路的 就不管局势变成什么 都不管 都不管身份的 这边问卦 过牌 放到排队顶 完了是个二点 还送张心采爆发 就是他已经定死张心采忠诚了 我都 就是真的是我看不懂 就我直接死了 我死了也就大势所去 直接主攻被弄死了 就是说我今天出的这个视频 我也不想让大家看我在那喷什么 就是我出这个视频 我就是希望所有的身份判断 我们是要讲逻辑的 讲理性的 对吧 就不是说你一拍脑袋 这个是中 这个是内 这个是反 完了你就这么玩身份局 那真的这个游戏太简单了 选出将来以后 你标完身份就是这么定了 最后一段 我再次录一下 继续的诚恳的道歉 今天我喷的那些选手 以及我们的弹幕 对吧 跟我对喷的弹幕 我今天直播影响了大家的观看 而且我也不应该去以人品方面去攻击别人 说他们的判断不符合逻辑 说他们是听别的主播在打 对吧 就是说他们难道的这些 我都说的这些话 我觉得特别的过分 我跟场上所有我说过这些人的道歉 我太激动了 真的我不想输 我真的想赢 希望大家能原谅吧 当然我自己 也很悔过 我也给自己定义了一下 以后怎么弥补今天的这个行为 首先以后再也不是一秒五喷的换引心了 从今天开始玩三过沙 我绝对不会再跟任何人产生排局上的冲突 就是去喷别人 那个我所有的事我都会私下交流 再也不会在排局当中去说别人打的不对了 第二点我再也不选刘备主了 从此以后没有刘备主了 一本来刘备主大家都不喜欢 觉得弱 二 我希望自己能够洗心革面 换一个人去直播 给大家一个更乐观 更积极向上 更崇尚游戏技术 完了跟大家交流的一个主播 那既然以前的换引心已经没有了 那我就把我以前的标志扯掉 那我从此以后再也不选刘备了 那个 这两点我一定会做到 希望大家能够监督 如果有违这个承诺 我就抽奖 就第一个点出我违背了 那个朋友 就在弹幕上说 村长你曾经发誓不再这样子 你又做了 我奖励那个人50QB 好吧